张爱玲 十八春半生元 坐于1951年 十三 孝童的凌晨游水路运回南京 世君跟着船回来 沈太太和姨太太则是分别乘火车回去的 沈太太死了丈夫 心境到开展了许多 寡具的生活她原是很习惯的 过去她是因为丈夫被别人霸占去而守火寡 所以心里总有这样一口气咽不下 不像现在是名正言顺的守寡了 而且丈夫简直可以说是死在她的抱怀中 盖棺论定 现在谁也没法把她抢走了 这使她心里觉得非常安定而舒泰 因为家里地方狭窄 把凌晨寄存在庙里 巡礼开调发丧 忙过这些 就忙分家的事情 是宜太太那边提出分家的要求 宜太太那边的小孩寄多 她预算中的一笔教育费又特别庞大 还有她那母亲 她说孝童从前答应给她母亲养老送中的 虽然大家都知道她这些年来 机下的思绪一定很可观 而且孝童在病中牵出小公馆的时候 也还有许多要紧东西没有带出来 无奈这都是死无对证的事 士君是一贯的抱着西式宁人的主张 劝她母亲吃点亏算了 但是女人总是气量小的 而且里面还牵涉着她嫂嫂 她们这次分家是对宜太太而言 她嫂嫂以后还是跟着婆婆过活 不过将来总是要分的 她嫂嫂觉得她不为自己打算 也得为小剑打算 她背后有许多怨言 怪士君太软弱了 又说她少爷脾气 不知嫁色之艰难 又疑心她从前住在小公馆里的时候 被宜太太十分恭维 年轻人没有主见 所以反而偏向着她 其实士君在里面坐近男人 拖延了许多时候 这件事总算了结了 她父亲死后 百日期满 士君照例到亲戚家里去谢校 挨家拜访过来 时翠之家里也去了一趟 翠之的家是一个半中半西的五开间老式洋房 前面那花园也是半中半西的 一片宽阔的草坪 草坪正中却又堆出一座假山 挖了一个小小的池塘 养着金鱼 士君这次来 是一个夏天的傍晚 太阳落山了 树上的蝉生却还没有休歇 翠之正在花园里遛狗 他牵着狗 其实是狗牵着人 把一根皮带拉得笔直的 拉着他飞跑 士君向他点头招呼 他便喊着那条狗的英文名字 莱莉 莱莉 好容易时那狗站住了 士君笑道 这狗年纪不小了吧 我记得从前你一直就有这么个黑狗 翠之道 你说的是他的祖母了 这一只跟你们家那只是一窝 士君道 叫莱莉 翠之道 妈本来叫他来赴 我嫌难听 士君笑道 伯母在家 翠之道 出去打牌去了 翠之在他们开吊的时候也来过的 但是那时候士君是孝子 始终在孝围里 并没有和他交谈 所以这次见面 他不免又想他问起他附近故事前的情形 他听见说士君一直在医院里市集 便道 那你这次去没住在书惠家里 你看见他没有 士君道 他到医院里来过两次 翠之不言语了 他本来还想着 书惠也说不定不在上海了 他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他 信里提起他和一鹏解除婚约的事 而他一直没有回信 他一直避免和他接近 他也猜着是因为他家里有钱 他自己觉得高攀不上 所以他总想着应当由他这一方面采取主动的态度 但是这次写信给他 他没有回信 他又懊悔 倒不是懊悔他这种举动太失身份 因为他对他是从来不想到这些的 他懊悔不是为别的 只是怕人家觉得他太露骨的 即使他本来有异于他的 也会本能的起反感 所以他这一向一直郁郁的 他又笑着和士君说 你在上海常看见顾小姐吧 他好吗 士君道 这回没看见他 翠之笑道 他跟书惠很好吧 士君听见他这话 先觉得有点差异 然而马上就明白过来 他一定是从他嫂嫂那里听来的 曼珍和书惠那次到南京来玩 他不是告诉他家人说曼珍是书惠的朋友 免得他们用一种特殊的眼光看待曼珍 现在想起那时候的情景 好像已经是隔多年 渺茫得很了 他勉强笑道 他跟书惠也是普通朋友 翠之道 我真羡慕像他那样的人 在外面做事多好 士君不由的苦笑了 他想起曼珍身尖数值 整天辛苦奔波的情形 居然还有人羡慕他 但是那也是过去的事了 人家现在做了医院院长的太太 当然生活比较安定了 翠之又道 我也很想到上海去找一个事情做做 士君笑道 你要做事干什么 翠之笑道 怎么 你觉得我不行 士君笑道 不是 你现在不是在大学念书吗 翠之道 大学毕业不毕业也不过是那么回事 我就是等毕了夜说要出去做事 我家里人也还是要反对的 说着 他长长的透了口气 他好像有一肚子的牢骚 无从说起似的 士君不由的向他脸上望了望 他进来瘦多了 士君觉得他自从订了婚又毁约之后 人好像跟从前有点不同 至少比从前沉静了许多 两人跟在那只狗后面 在草坪上缓缓走着 翠之忽然说了一声 他真活泼 士君道 你是说来历 翠之略顿了一顿 道 不 我说书会 士君道 是的 他真活泼 我要是心里不痛快的时候 去找他说说话 就真的会精神好起来了 他心里想 究竟和翠之没有什么可谈的 谈谈就又谈到书会身上来了 翠之让他进去做一会 他说他还有两家人家要去一趟 就告辞走了 他这些日子一直没到亲戚家里去走动过 这时候已经满了一百天 就没有这些忌讳了 渐渐就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应酬 从前他扫扫替他和翠之做梅碰了个钉子 他扫扫觉得非常对不起他的表妹 鞋子不做倒落了各样 事后当然就结果不提了 翠之的母亲那方面当然更是讳莫如深 因此他们亲戚间对于这件事都不大知道内情 艾米说起这桩事情 总是归罪于世君的怕羞 和翠之的脾气倔 要不然两人倒是很好的一对 翠之一度订了婚又毁婚 现在又成了问题人物了 世君也许是多心 他觉得人家请起客来 总是有他一定有他 翠之也有同感 他常到艾米那里去打网球 艾米就常常找世君去凑一脚 世君在那里碰见一位丁小姐 网球打得很好 他是在上海进大学的 和世君还是先后同学 世君回家去 说话中间提起过他几次 他母亲就借故到艾米那里去了一趟 偷偷的把那丁小姐相看了一下 世君的父亲临终的时候曾经说过 说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看见世君结婚 他母亲当时就没敢接了这个茶 因为想着世君如果结婚的话 一定就是和曼珍结婚了 但是现在事隔多时 沈太太认为危机已经过去了 就又常常把他父亲这句遗言提出来 挂在嘴上说着 相识的一般年轻人差不多都结婚了 好像那一年结婚的人特别多似的 入秋以来 接二连三地吃人家的喜酒 这里面最感到刺激的是翠芝的母亲 本来翠芝年纪也还不算大 他母亲其实用不着这样着急 但是翠芝最近有一次竟想私自逃走了 留下一封信来 说要到上海去找事 幸而家里发觉的早 在火车站上把他截获了 虽然在火车站上没看见有什么人和他在一起 他母亲还是相信他一定是受人诱惑 所以自从出过这桩事情 他母亲更加急于要把他嫁出去 认为留他在家里迟早要出乱子 最近有人替他做媒 说一个秦家是一个土财主的少爷 还有人说他是有嗜好的 介绍人请客 翠芝无论如何不肯去 一早就躲出去了 也没想好上哪儿去 他觉得他目前的处境 还只有他那婊子比较能够了解 就想去找他的婊子痛痛快快哭诉一番 沈家大嫂奶奶跟翠芝倒是一直很知己的 就连翠芝和一鹏姐约 一个是他的表妹 一个是他自己的弟弟 他也并没有偏向着谁 因为在他简单的头脑中 凡是他娘家的人都是好的 他弟弟当然是一等一的好人 他的表妹也错不了 这事情一定是有外人从中作祟 一鹏姐约后马上就娶了窦文贤 那一定就是窦文贤不好 处心积虑破坏他们的感情 把一鹏抢了去了 因此他对翠芝倒颇为同情 这一天翠芝到沈家来想对他婊子诉苦 没想到大嫂奶奶从来不出门的人 到刚巧出去了 因为他公公廷灵在庙里 他婆婆想起来说好久也没去看看 便买了香煮纸钱要去磕个头 把小剑也带着 就剩侍君一个人在家 一看见翠芝就笑道 哦 你家里知道你要上这儿来 刚才他们打电话来问的 我还告诉他们说不在这儿 翠芝知道他母亲一定是急起来了 在那儿到处找他 他自管自作下来 问道 婊子出去了 士君说 跟我妈上庙里去了 翠芝道 哦 伯母也不在家 他看见桌上有本书 就随手翻看着 士君见他那样子 好像还预备做一会 便笑道 要不要打个电话回去告诉你家里 说你来了 翠芝突然抬起头来道 干什么 士君倒正了一正 笑道 不是 我想着伯母找你也许有什么事情 他又低下头去看书 道 他不会有什么事情 士君听他的口吻就有点明白了 他一定是和母亲怄气跑出来的 翠芝这一项一直很不快乐 他早就看出来了 但是因为他自己心里也很悲哀 而他绝对不希望人家问其他悲哀的原因 所以推几集人 别人为什么悲哀他也不想知道 说是同病相连也可以 他觉得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比和别人做伴要舒服得多 至少用不着那样强颜欢笑 翠芝送他们的那只狗 窃窃的走上前来摇着尾巴 翠芝放下书给他抓痒痒 士君便搭讪着笑道 这狗落到我们家来也够可怜的 也没有花园 也没有人带他出去溜溜 翠芝也没听见他说些什么 士君忽然看见他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他便默然了 还是翠芝打破了这沉默 问道你这两天有没有去打网球 士君微笑道没有 你今天去不去 一块去吧 翠芝道我打来打去也没有进步 他说话的声音倒很镇静 跟平常完全一样 但是一面说着话 眼泪就速速的落下来了 他别过脸去不耐烦的擦着 然而永远擦不干 士君微笑着叫了声 翠芝 又道 你怎么了 他不答应 他又待了一会 便走过来坐在他身边 用手臂围住他的肩膀 新秋的风从窗户里吹进来 桌上那本书自己一页一页先动着 啪啪作声 那声音非常清脆可爱 翠芝终于挣脱了他的手臂 然后他又好像解释式的低声说了一句 待会儿给人家看见了 那么 如果没有被人看见的危险 就是可以的了 士君不禁望着他微微一笑 翠芝立刻长红了脸 站起来就走 道 我走了 士君笑道 回家去 翠芝大声道 谁说的 我才不回去呢 士君笑道 那么上哪儿去 翠芝笑道 那你就别管了 士君笑道 去打网球去 好不好 翠芝先是不置可否 后来也就一同去了 第二天他又到他家里去接他 预备一同去打网球 但是结果也没去 就在他家里坐着谈谈说说 吃了晚饭才回去 他母亲对他非常亲热 对翠芝也亲热起来了 这以后士君就常常三天两天地到他们家去 沈太太和大嫂奶奶知道了 当然非常高兴 但是也不敢十分露出来 恐怕大家一起哄 他那里倒又要打退堂鼓了 大家表面上尽管不说什么 可是自会造成一种祥和的空气 士君无论在自己家里或是到翠芝那里去 总被这种祥和的空气所包围着 翠芝过生日 士君送了他一只钻石别针 钻石是他家里本来有在那里的 是他母亲的一副耳环 拿去重镶了一下 平排四粒钻石 下面拖着一只白金管子 是样道很简单大方 翠芝当场就把他别在衣领上 士君站在他背后看着他对镜子别别针 他便问他 你怎么知道我几时过生日 士君笑道 我嫂嫂告诉我的 翠芝笑道 是你问他的还是他自己告诉你的 士君扯了个谎 道 我问他的 他在镜子里看他 今天他脸上淡淡的抹了些胭脂 额前依旧打着很长的前刘海 一头卷发用一根乌绒带子竖住了 身上穿着件深红灯心绒的短袖夹 士君两只手抚摸着他两只手臂 笑道你怎么瘦了 瞧你这胳膊多瘦 翠芝只管仰着脸 很费劲地扣他的别针 道我大概是住下 过了一个夏天 总要瘦些 士君抚摸着他的手臂 也许是试探性的 跟着就又从后面凑上去 吻他的面颊 他的粉很香 翠芝挣扎着道 别折磨着 算什么呢 给人看见了 士君道 看见就看见 现在不要紧了 为什么现在即使被人看见也不要紧 他没有说明白 翠芝也没有一定要他说出来 他只是回过头来 有些腼腆地和他相视一笑 两人也就算是一言为定了 士君平常看小说 总觉得小说上的人物不论男婚女嫁 总是特别麻烦 其实结婚这桩事情 真是再变党也没有了 他现在发现 因为士君的附近才顽固不久 不能太铺张 所以他们订婚也不预备有什么举动 预定十月里结婚 他和翠芝单独相处的时候 他们常常喜欢谈到将来婚后的情形 翠芝总希望有一天 能够到上海去组织小家庭 住什么样的房子 买什么样的家具 墙壁漆什么颜色 一切都是非常具体的 不像从前和曼珍在一起 想到将来共同生活 只觉得飘飘然 总之是非常幸福就是了 却不大能够想象是怎样的一个情形 结婚前要添置许多东西 士君打算到上海去一趟 他向翠芝说 我顺便也要去看看书会 找他来做伴郎 有许多别的事他也可以帮帮忙 不要看他那样嘻嘻哈哈的 他做起事情来真能做 我真佩服他 翠芝先没说什么 过了一会 他忽然很奋机的说 我不懂为什么 你一提起书会总是说他好 好像你样样事情都不如他似的 其实你比他好得多 你比他好一万倍 他拥抱着他 把他的脸埋在他肩上 士君从来没看见他有这样热情的表示 他倒有点受宠若惊了 同时他又觉得惭愧 因为他对他是那样一种天真的热情 而他直到现在恐怕心底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定 也就是为这个原因 他急于想跟书会当面谈谈 跟他商量商量 他来到上海 知道书会不到星期日不会回家来的 就直接到杨树谱他们那宿舍里去找他 书会已经下班了 士君注意到他身上穿着件灰色融线背心 那还是从前慢针打了同样的两件分送给他们两个人 士君那一件他久已不穿了 却不能禁止别人穿 两人在郊外散步 书会说 你来得真巧 我正有几句话想跟你当面说 信上不能写的 士君笑道 什么事情这样神秘 书会笑了一笑 道 我下个月要离开上海了 士君道 到哪儿去 书会却没有立刻回答 四面看看没有人 方才低声道 这一项抓人抓得很厉害 我们厂里有一个同事也被捕了 这人在宿舍里跟我住一个房间 人非常好 我总是跟他借书看 也喜欢找他长谈 所以我跟他认识以来 我倒是觉得 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 士君听到这里 也就明白了几分 便低声道 你是不是要到西北去 那时候红军北上抗日 已经到了陕北了 当下书会点了点头 士君顿了一顿 便又低声道 你在这儿有危险吗 书会摇摇头笑道 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 我也不是个共产党 我还没有那个光荣 我不过想着 像我们这样一个工程师 在这儿待着 无论你怎么样努力 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 还是上那边去 或者可以真正为人民 做一点事情 士君默然点了点头 他们在旷野中走着 杨树浦的工厂都放工了 远远近近许多汽笛 乌乌长鸣烟囱里的烟 在通红的夕阳天上 笔直上升 书会突然握住士君的手 道 你也去 好不好 像我们这样 稍微有点技能的人 总想好好的 为社会做点事情 可是你看这是 什么样的一个社会 士君道 我想 只要是个 有一点思想的人 总不会否认我们这社会是畸形的 不合理的 不过书会笑道 不过怎么 士君望着他笑了笑 道 我缺少你这种革命精神 书会默然了一会 阴道 你不去我真觉得失望 实在是应当去看看 值得去看看 完全是一种新气象 我觉得中国要是还有希望的话 希望就在那边 两人又在沉默中走了一城子路 士君便道 其实我 去世也未尝不想去 可是我的情形不太简单 书会觉得他是推脱的话 便没有说什么 隔了一会 却又忍不住说道 其实老伯现在去世了 你不是更自由了吗 你把家里的事情给安排一下 伯母的生活也不成问题了 你可以站起来就走 士君不语 过了一会才向他笑道 事实是 我 我就要结婚了 书会听见这消息 好像也是意料中的事 并不感到诧异 士君知道他一定是误会了 以为他是和曼珍结婚 就不等他开口 连忙补上一句 道 我跟翠芝订婚了 书会愕然道 你跟翠芝 说着 忽然笑了起来 士君觉得他这种态度 好像有一点侮辱性 也不知道是对翠芝 还是对自己而发的 总之是很可气 书会笑完了便说 你跟翠芝结婚 那你就完全溺足了 只好一辈子做一个阔少奶奶的丈夫 安分手挤的做这个旧社会的顺民了 士君只但笑了一下 道 那也在乎个人自己 他显然是不大高兴 书会也觉得了 自己就又谴责自己 为什么这样反对他们结合呢 是否还是有一点私心 对于翠芝 一方面理智不容许自己和他接近 却又不愿意别人占有他 那太卑鄙了 他这样一想 本来有许多话要劝士君的 也就不打算说了 他笑道 你看我这人真岂有此理 还没跟你道喜呢 只顾跟你抬杠 士君也笑了 书会又笑道 你们什么时候订婚的 士君道 就是最近 他觉得似乎需要一点解释 因为他一向对翠芝毫无好感 书会是比谁都知道的更清楚的 他便说 从前你记得 我嫂嫂也给我们介绍过的 不过那时候他也还是个小孩 我呢 我那时候大概也有点孩子脾气 越是要给我介绍 我越是不愿意 他这口吻好像是说 从前那种任性的年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而现在是稳步进入中年 按照他们同一阶层的人们所习惯的生活方式 循规蹈矩的踏上人生的旅途 书会听见他这话 倒觉得一阵凄凉 他们在野外缓缓行来 已经暮色苍茫了 一群龟鸭呱呱叫着在头上飞过 士君又说起叫他做伴郎的话 书会推辞说他动身在即 恐怕来不及参与士君的婚礼了 但是士君说如果来不及的话 他宁可把婚期提早一些 想必翠之也会同意的 书会见他这样坚持 也就无法拒绝了 那天晚上书会留他在宿舍里吃了晚饭 饭后又谈了一会才走 他这次来是住在舅舅家里 住了几天东西买的差不多了 就回南京去了 书会在他们的喜气的前一天来到南京 办喜事的人家向来是闹哄哄的 家翻宅乱 沈太太在百忙中还替书会布置下一间客房 他们自己家里地方是逼着一点 可是这次办喜事排场倒不小 先在中央饭店举行婚礼 晚上又在一个大酒楼上排下喜宴 翠之在酒楼上出现的时候 已经换上一身便装 大红丝绒窄袍袍上面照一件大红丝绒小砍肩 是那时候最流行的式样 书会远远的在灯下望着他 好久不见了 快一年了吧 上次见面的时候 他向他道贺 因为他和一鹏订了婚 现在倒又向他道贺了 永远身为局外人的他 是不免有一点感慨的 他是伴郎 赵李英当和新郎新娘同席 但是因为他善于应酬 要借重他招待客人 所以把他安插在另外一桌上 他们那一桌上也许因为有他 特别热闹 闹酒闹得很凶 书会划拳的技术实在不大高明 又不肯服输 结果是他喝的最多 后来大家轮流到新人的席上去敬酒 书会也跟着起哄 大家又闹着要他们报告恋爱经过 僵持了许久 又有人出来打圆场 叫他们当众参议参首就算了 这在旧式的新郎新娘 或许是一个难题 像他们这是由恋爱而结婚的新式婚姻 握握手又算得了什么 然而翠之脾气很强 他只管低着头坐在那里 士君又面嫩 还是书会在旁边算是替他们解围 他硬把翠之的手一拉 笑道 来来来 士君 手伸出来 快 但是翠之这时候忽然抬起头来 向书会呆呆地望着 书会一定是喝醉了 他也不知怎么的 尽拉着他的手不放 士君心里想 翠之一定生气了 他脸上颜色很不对 简直惨白 他简直好像要哭出来了 洗散了以后 一部分人仍旧跟他们回到家里去 继续闹房 书会却没有参加 他早跟士君说好的 当天就得乘夜车回上海去 因为马上就要动身到北边去了 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料理 所以他回到士君家里 只和沈泰坦说了一声 就悄悄地拿着箱子顾车走了 闹房的人一直闹到很晚才走 本来挤满了一屋子的人都走了 照理应当显得空阔得多 但是恰巧相反 不知道为什么反而觉得地方变狭小了 屋顶也太低了 简直有点透不过气来 是军装出闲事的样子 伸了个懒腰 翠之道 刚才闹得最厉害的有一个小胖子 那是谁 他们把今天的来宾一一提出来谈论着 某小姐最引人注目 某太太最疯了 某人的举动最滑稽 一谈就谈了半天 谈得很有兴慰似的 桌上摆着几只高角玻璃碟子 里面盛着各色糖果 士君就像做主人似的让他吃 他每样都吃了一些 这间房本来是他们家的起座间 经过一番改装 沈泰坦因为迎合他们年轻人的心理 并没有照旧式新房那样 一切都用大红色 红天红的像个血海似的 现在这间房却是布置得很优雅 比较像一个西式的旅馆房间 不过桌上有一对银腊台 点着两只红竹 只有这身宵的红竹是有一些新房的意味 翠之道 书会今天醉得真厉害 士君笑道 可不是 他一个人怎么上火车 我倒真有点不放心 翠之莫然 过了一会又道 等他酒醒的时候 不知道火车开到什么地方了 他坐在梳妆台前面刷头发 头发上全是人家撒的红绿纸屑 士君又和他说起他舅舅家 那个老姨太太 吃斋念佛 一二十年没出过大门 今天居然也来观礼 翠之刷着头发 又想起来说 你有没有看见 爱咪今天的头发样子 很特别 士君道 哦 我倒没注意 翠之道 据说是上海最新的样子 你上次到上海去有没有看见 士君想了一想 道 不知道 不知道 道没留心 谈话的资料渐渐感到缺乏 士君便笑道 你今天一定累了吧 翠之道 我道还好 士君道 我一点也不困 大概话说多了 反而提起神 反而提起神来了 我倒想再做一会 看看书 你先睡吧 翠之道 好 士君拿着一本画报在那儿看 翠之继续刷头发 刷完头发 又把首饰一样样脱下来收在梳妆台抽屉里 士君见他尽管慢吞吞的心里想他也许觉得当着人就结衣上床有许多不便 就笑道 开着灯你恐怕睡不着吧 翠之笑道 哎 士君道 我也有这个习惯的 他立起来把灯关了 他另外开了一盏台灯看书 房间里立刻按了下来 半晌 他别过头去一看 他还没睡 却在烛光下捡手指甲 时候真的不早了 两只蜡烛已经有一只先点完了 要照迷信的说法 这是很不好的预兆 虽然翠之不见得会相信这些 但是士君还是留了个神 只笑着说了一声 呦 蜡烛倒已经点完了 你还不睡 翠之隔了一会方才答道 我就要睡了 士君听他的声音有点阴雅 就想着他别是又哭了 因为他冷淡了他了 总不会是因为有一只蜡烛先点完 他向他注意的看了看 但是就在这时候 他刚巧用他剪指甲的那把剪刀去剪竹花 一剪 红烛的光焰就往下一措 顿时眼前一黑 等到剪好了 烛光又亮了起来 照在他脸上 他的脸色已经是很平静的 但是士君知道他刚才一定是哭了 他走到他跟前去 微笑道 为什么又不高兴了 一遍一遍问着 他先是厌烦的推开了他 然后他突然他突然的拉住他的衣服呜呜艳艳哭起来了 冲口而出的说 士君怎么办 你也不喜欢我 我也我也不喜欢你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吧 你说是不是来不及了 当然来不及了 他说的话也正是他心里所想的 他佩服他有这勇气说出来 但是这种话说出来又有什么好处 他唯有喃喃的安慰着他 你不要这样想 不管你怎样 反正我对你总是 翠枝 真的 你放心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哭 喂 翠枝 他在他耳边喃喃的说着安慰他的话 其实他自己心里也和他一样的茫茫无主 他觉得他们像两个闯了祸的小孩